所以圓圓從小就被媽媽教育 洗一個頭賺三十 然後一天洗十個賺三百 然後這樣子開始 就愛上了賺錢的感覺 對 所以妳後來 妳把存到的錢 2020的時候 去年的 2020去年 我可以問妳幾歲 二十六 二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有 二十五歲小女生 二十五歲小女生 開始投入股市 賺了幾百萬 不接通告 懶得上通告 但我要先說 我沒有把存到錢全部拿去投入股市 因為我其實覺得會有風險 然後那個時候我其實也是 聽朋友說就是股市不錯 然後電子股最近不錯 然後我想說 好 那我就先放一百萬進去 可是妳怎麼相信那個朋友呢 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如果這一百萬沒了 我覺得沒關係 好 那我先問 等等等等 妳那個時候 好 妳的身價有多少錢 妳存到有多少錢 是身上滿多的 但我不好說 有幾百萬 有幾百萬了 那妳拿一百萬出來 不是 拿一百萬 對我來說是非常少的 妳身上有五百萬以上 對 然後只拿一百萬 賠了就賠了 沒有 我當作開店 我當作我開店 我放進去 妳當作是一個投資的成本 妳想去試看看 就像創業一樣 對 因為我想說 那如果 它如果跌到二十萬 我可以停損 我已經給自己有一個 停損的那個經驗 他把自己心裡都建設好 他還有停損的概念 很多人為什麼說他是韭菜 他根本沒有停損的概念 他只想要攤平 他一百萬沒了 他再投一百萬 我身邊太多這樣的人 我不會這樣 對 但我是一開始 我是投一百萬進去 然後我會買十支股 然後每一支股票 都差不多七 八萬左右的 我根本沒有看哪一家公司 他選價格 妳抓幾支怎麼抓 用設備標 就價格 價格是七 八萬的 他真的要去市場買菜 我十萬塊的 秀的我都買是不是 對 對 我覺得圓圓很幸運 然後用臭的 臭到一百萬 我們先說二零二零 妳還記得去年三月 發生什麼事情嗎 對 全球股災 全球低點 那時候台股多少 八千 現在台股一萬八啦 妳買指數也一樣一萬點 所以我們常說二零二零 講一句話 股票市場叫做送分題 真的 妳只要入對時間 妳買的便宜就探緊 我這四年資產翻三倍 也很大的資金 是因為我在2020當時 單筆低點加碼投入 我是有點O-In這樣子 所以錢翻的速度很快 圓圓也是看對時機點 二十五歲花一百萬 買電子股結果賺了多少錢 時機點很對 然後他也選擇股票 賺了也是幾百萬 然後 因為我先說 為什麼會賺到那麼多 因為我是一支股票 如果它漲到五% 我又會再加買一漲 所以我那個時候 不是只有十張 妳有每天上網看嗎 又賺 沒有 我不會一直上網看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一個禮拜不看 賺那麼多錢 嚇到 妳第一次一個禮拜 不看賺了多少 因為我那時候 不知道要每天看盤 我那時候單純就買了 然後我就放 他真的是運氣很好 買股票沒有在 每天盯盤的人 還可以賺到錢 我覺得很厲害 沒有 有人說 每天盯盤 你會被上下起伏影響 所以你就先放整 一個禮拜再進去看 所以我就後來進去看 有幾支 已經漲到五到十% 十%的 我全部都會再加買一張 所以我把我另外 我沒有把全部錢投下去 去的原因 是因為我把 他留下來當加碼金 對 然後再慢慢加碼 然後他就到五十% 或是甚至更多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慢慢 原本是從七八萬後面 到現在我都會買 可能五十幾萬的股票這樣 妳有高價股嗎 現在 有 我都會買高價股 而且我都會買 有錢 妳把電子股賣掉以後 聽朋友說航運股不錯 對 結果買了一直放著不管 沒想到有一天一打開 不小心發現 不小心發現 我賺了兩百萬 不是 那個超扯 我是 我先說 我是在八十幾塊買 而且我是一次買二十張 為什麼 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在幹嘛 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就直接下單二十張 然後我朋友就說 妳也太冒險了吧 我想說應該還好吧 才八萬 跟妳講航運股不錯 航運股不錯的人 一聽妳買二十張說 我只是隨便講講 沒想到妳買二十張 對 對 他們只是聊天 然後我聽到 他們沒有要報名牌 他們只是聊天說 最近聽說航運股不錯 然後我是那種 就是人家只要一聽說不錯 我就會進場 我不會再等 妳不會參與八卦聊天 妳就是坐在旁邊聽這樣 我會直接買 我不會等 因為妳在等它漲停 妳就沒有 妳就不敢進去 妳不敢進去 那個別人不敢進去的那個時候 就是我最敢進去的時候 就我可能最近發現 我的那個股票有某一張 突然漲停了 我明天就會進場了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 就是代表他們最近可能不錯 所以那時候進場是最好的 他發上題材 所以他敢追高 對 我們常說不要追在漲停板 可是他很Lucky 他漲停板隔天 他跟上邊的漲停板 他今天漲停板 不代表他明後天 不會在漲停板 那問題是人家另外一種講法 連妳都聽到漲停板了 那說不定妳馬上就往下走了 我不是用聽的 我是用看的 就是自己看 妳不能看新聞 就是他說漲 最近哪一支股票 好妳就去買 因為他一講的時候 他說要看自己的線圖 我每次看到新聞一爆 隔天就開始跌了 是真的 真的很可怕 是真的 真的很可怕 每次看到新聞一爆 我想說天啊 這支股票完蛋 然後真的隔天 就崩了這樣 那結果好 妳航運股真的賺了兩百多萬 對 真的 超好賺的 這是我第一次買過最好賺的股票 我還想說我房子頭期款 就這樣 就是很容易就賺到 所以妳說奇怪 妳剛剛一直介紹說 遠遠 觀眾想說 這女生是誰 她是女明星嗎 不熟 不紅 我跟你講她就是最不紅 大家錢賺最多 因為她錢賺很多 所以她根本不接通告 沒有啦 我是之前會接 是後來就是疫情期 就是要看盤很累 後來有賺到錢 就覺得好像要看一下這樣 所以妳現在賺錢賺到 現在接通告出來只是說 散散心而已 沒有沒有 不是 因為妳 不是 分享她在一起 其實是成為女股神的 那些心理的 不是我嗎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就是 我是一個很愛賺錢的人 我只要有錢 我就一定得賺 我不管要大錢跟小錢 我都要這樣 只要有空 妳就一定把它賺回來 只是那個時候 沒有接的原因 是因為太大 那個錢太大 我需要先賺到那一筆錢 先把股票 因為那個時候 要認真 所以通告先不接 不是 航運股真的太例外了 太誇張了 它是飆上去的 對 但要好好訂盤 那妳每天有睡不著覺嗎 心臟跳到太開心 就只有我 我都會一吵喬的壓著 因為感覺 太心臟病了 感覺 就是妳的錢一直有 早要醒過來 先把心臟壓著 然後手機按Enter 開機是不是 然後再來看 哎唷 就是 中人喔 不是 我就覺得很 很像這種樂透的感覺 真的是 如果你去年搭上這波航運 體財很多水手 真的就是 一路洋帆了 妳身家All In的話 妳就是這輩子不用工作 但就是很Lucky的 妳就躺在被窩裡面 然後看 哎唷 又轉了 妳回龍覺也睡不著 睡不著 太興奮了 我那幾天都頭很暈 因為睡不太早 但董人哥 他是很少很少 很罕見的Lucky的例子 這是真的 那妳是什麼時候 妳是什麼情況下賣掉 然後結算 我是等他最後有跌停 好像兩三次的 第三次我賣掉的 他也是有危機意識 跌停要賣的時候 賣得掉嗎 賣得掉 賣得掉 妳可以用那個 最低價賣 對啊 妳一定賣得掉 就反正也是有賺嘛 對 一定有賺啊 妳不會想說 這麼好 再凹一下 再凹一下 一定啊 有在凹 凹一下 然後又虧 然後心就很痛 所以妳也是有體會過 虧的感覺 有 很痛 然後就不要再凹了這樣 我又去買別隻了 就它到三百 疊到三百多 我就買四張 然後後來又飆到六百 很高手 就不會吧 然後我就想說 我運氣真的超好 對 因為圓圓妳知道 妳買的那些東西 他們在做什麼嗎 就是我會去上網看 大概這樣子 所以妳會做功課 但我不會做太多 因為網路上大家討論的 不是真的 是那樣 妳還是要跟著自己的心走 對 等一下 妳所謂的跟著心走 妳又不是專業 那妳的心是什麼 妳都完全是憑感覺 對 我是憑著 我現在覺得它超幸運的 沒有 就是妳要看好這家公司 它未來是好的 然後不要上新聞吧 我覺得有時候 上太好的新聞 想太好 我也不敢買 不要一直被媒體爆啦 對 能不能開一個單元 叫遠遠姐姐來射飛鏢子 是不是 我們隨便一射 射那一支 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的 買買看這樣子 可以真的可以這樣 妳真的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妳都怎樣 無聊就會買一支 玩看看 就妳有曾經買過 就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 完全很長 很長都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的 對 無聊買的 對 我每次看股市都說 泰魯閣 花蓮泰魯閣 為什麼會有上市股票呢 難道好多年後才說 那是大股 對 說 沒有我就是 可是我無聊買的那種股票 也是熱門的啦 我不會說買一個很冷的 妳不會買冷門的 對 對 最近很熱 然後它突然 可能有時候無聊會買那種 就是我可能看這支股票 然後它跌了五六天 我想說我不管 我不管多少錢我就買 隔天再跌我就買 反正它也不可能再跌 然後後來暴漲 我們要長期觀察 遠遠泡